避而学化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画海底运动会 海星 小鱼 小章鱼 小乌贼 都来参加了 现在他们穿上运动服 准备参加运动会了 我们先来画一只大大的海星 海星伸伸胳膊踢踢腿 正在做好准备工作 我们给海星穿上运动衫 海星是六号选手 他的头顶戴着小帽子 小鼻子 大嘴巴 在他的旁边是一条小鱼 小鱼睁大鼓鼓的大眼睛 小鱼说我的尾巴非常有力气 我肯定能赢得这场比赛 小鱼弯着身体 画出他大大的尾巴 在他的背上我们画出鱼鳍 小鱼是七号选手 我们把他的翅膀尾巴装饰一下 还有藏在旁边的小乌贼 戴着尖尖的小帽子 大大的眼睛 他的腿特别的多 小乌贼说我是一号选手 他们都在做着准备活动 接下来我们把海底进行装饰一下 加上一些水草 海底的小石头 一些圆区的水草 把海底装饰好 我们在海底画上一些泡泡 在顶部我们画出长短不齐的水草进行装饰 再画上一些圆圆的小泡泡 现在我们给海底运动会涂上银色吧 一只橙色的海星 用红色沿着它的边线勾上一圈 小鱼的衣服我们用红色 红色的尾巴 我们用棕色在海星的身上 填出一些斑点 海星的运动衫 我们用黄色把它涂出来 小鱼的身体 我们用黄色涂出一部分 用粉色涂出它的脑袋 它的尾巴我们同样用粉色涂好 还有小翅膀 红色的舌头 棕色的嘴巴 海星的帽子我们用黄色 一只紫色的小乌贼 用深粉色涂出它的脸 海底的石头 我们用粉色把它涂出来 再涂上一些棕色的石头 绿色的水槽 加上一些浅绿色 顶部的水槽 我们用浅绿色和黄色 把它们涂好 海底我们用蓝色把它涂出来 在涂色的时候 我们流出几道白色的水槽纹 顶部我们用深蓝色 把海水涂好 小泡泡我们用全黄色把它涂好 好了 海底运动会我们就完成了 这是被爱的世界 喜欢我 就必须要关注我哟 水槽纸 水槽纸